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昨天现在同学们都在传 就是师父在灵异会上开示礼佛 前面五十三尊佛在念的时候 要带着尊敬的态度念 从拿摩释迦牟尼佛开始 如果坐着念的时候 要身居功拜 如果能够做到更尊重 更灵的呢 就一定要磕头跪拜 因为后面三十五尊佛是功德佛 你们跪拜他们 他们会上你的身 还有灵的 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 是这样的 从释迦牟尼佛开始 这三十五尊佛 就是叫功德佛 他们说功德佛 金光不外佛 宝光佛 伦生王佛 金金君佛 金金喜佛 宝活佛 宝月光佛 他们这些全部都是功德佛 所以这些呢 你最好磕头 如果你坐在那里呢 你就点头 明白吗 这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功德呢 会慢慢上你身的 会忏悔的 前面呢 那个菩萨呢 那么多呢 那个五十三尊呢 主要是有尊敬 忏悔 心意 来跟菩萨讲 明白吗 实际上 他分成两个部分 前面 这个五十三尊 佛呢 主要是忏悔 忏悔你自己的业照 让菩萨能够理解 能够同意 化解你的愿解 到了后面呢 三十五尊的时候呢 就是化解了自己愿解之后 是不是要洗一洗啊 是不是要让菩萨的功德 给你身上加点能量啊 那么就是后面开始的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从前面五十三尊 咱们普光博开始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谢谢师父 此为开始 是否 是否